不過這次的RCEP也讓外界憂心 台灣已經經濟被邊緣化 因為包括了機械塑化 紡織產業都會受到衝擊 王美花就算再度表示 目前自由化的門檻比較低 預計對台灣的影響不大 但是否要加入RCEP 王美花則坦言 台灣因為政治因素 在面臨中國時會遇到很大的阻礙 這個不叫失敗 那各位去想 我們如果要遵守九二共識 遵守一國兩制才能夠加入國際權 我們的國人可以接受嗎 針對RCEP正式簽署 我國競爭力恐怕被邊緣化 經濟部長王美花回應 台灣沒有失敗 以目前政治現實來看 加入RCEP可能性的確不大 盤點機械 塑化 紡織 鋼鐵等 傳產短期恐怕面臨中日韓 關稅降低挑戰 但王美花也分析 由於自由化的門檻較低 東協與中日韓國 本來就各自簽署FTA 因此對台灣影響不大 自由化的程度還是相關的法規的 規定的本身的門檻相對是比較低的啦 不過畢竟有增加一些降稅啦 或者有增加一些項目 那我們也會盡快就跟相關的業界跟公協會 我們一起來交換意見 針對RCEP衝擊產業 王美花承諾經濟部在兩週內 就會盡快與業界公協會座談交換意見 研拟相關因應之道 討論如何增加競爭力 推動跨國多元布局跟拓銷 並持續準備加入CPTPP 此外王美花也表示 我國出口過半產品都免關稅 與美國供應鏈非常緊密 特別是在資通訊方面 台灣在國際間已久超群 還好的是我們因為有WTO的ITA協定 所以讓台灣的出口超過五成六成 都是ITA的產品 那我們ITA的產品 坦白講跟美國的這個供應鏈的關係 是非常強化的 我們的客戶八九成都是美國的客戶 疫情衝擊全球經濟 但台股受惠宅經濟崛起 以及原油的產業競爭優勢 科技股獲利不減反增 投顧最新將台股科技股 今明年獲利分別上修4%和8% 渴望持續締造記錄 至於RCEP對台股影響 金管會主委黃天目也表示 RCEP在15日生效後 台灣已朝新南向積極推動 金融業不會受太大影響 而台灣也會持續加強布局 跨國供應鏈重組及信任合作 將降低關稅可能帶來的不利衝擊 降至最低 記者曹在玲 萬俊良 台北採訪報導 GEL 萬俊良 MING 虛良